封闭湘公所在30号举行了今年度第三次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账的颁葬典礼 特别的是这一次主要是石门断区域 在108年取消5年他向权力等待其的土地 直接换证颁发原保地的所有权账 总共有116笔共72位族人 大家都很欢喜 由乡长江丽婷以及各长官贵宾 将取得不易的原住民保留地状逐一颁发给每一位族人 货帮的族人各个满心欢喜的合影留念 封闭湘公所今天上午举行 今年度第三次的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账颁葬典礼 总共颁发116笔土地共72位族人 终于能够合法拥有祖先所留下来的土地 而其中有包括了在108年取消原保地 他向权力5年限制后的原保地状 而主要是以石门断823-6地号 共有84笔的土地所有权账 货帮的族人各个欢喜地表示 这是最好的中秋节礼物 乡长江丽婷亲自恭贺每位族人也进一步表示 未来乡公所也将持续积极地来协助族人 办理土地权利回复工作 落实政府土地转型争议 让部落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持续成长 并发扬原住民族文化 记者是越南风斌采访报道